知名的音乐人刘家昌 他十年前曾经答应过 威京小沈要帮佛光山制作一首歌 但是这么多年来 因为他官司产生了 他说苏事太多实在不合适 直到最近拖到官司告一段落了 也完成了这一首叫做《云湖之歌》 幸运法师在听了之后呢 鼓掌认同 我们来看看下午这个现场最新的消息 连线给张雨昕 好了主播各位观众 知名音乐人刘家昌 为佛光山制作的《云湖之歌》 是由幸运法师填词两人首次合作 这歌曲的意境非常深远 我们现在先读为快 这首歌曲是刘家昌十年前 答应威京小沈要帮佛光山谱曲 但是因为一直熟世缠身 所以才会一拖再拖 虽然这首《云湖之歌》 经过十年才问世 但是幸运法师听了之后 很满意频频鼓掌 而刘家昌也打算在四月份的 《告别乐坛》演唱会上 正式发表这首歌曲 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形 再把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